2月27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越南河内索菲特传奇大都会酒店会面 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由此揭开序幕 然而双方在见面会中没有提及具体会谈内容 对于第二次金特会将取得怎样的进展,专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有专家提到了金刚山旅游景区和开城工业园 吉祥区和八道之代亚,因为我认为他们最简单的努力 所以我们也没有拦动全世界的制裁 对于美国的整理工区,我们也没有去做全社产生产生产生 所以美国人的乎是对了一件事 和全社产生产生产生的 初心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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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也有很多这样子送某历导手 我认为美国特朗普可以给他们批评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是 我认为共产党岛是比较容易 因为游戏自身并不是犯罪 谈及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扮演的角色时 金骏亨和戴维斯都认为 中国在解决半岛问题上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2月27日 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发布会中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我们期待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积极成果 中方支持半岛早日结束战争状态 中方曾提出并且始终认为 按照双轨并进的思路 同步推荐半岛无核化与建立半岛和平机制 是解决半岛问题的有下办法 我们支持一切有助于实现上述进程的努力 也愿意继续为此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据白宫方面消息 28日金正恩与特朗普的会晤将于核内时间90开始 首先举行45分钟一对一会谈 随后举行扩大会议 中午11时55分期 双方将共进工作午餐 28日下午14时05分 特朗普与金正恩将共同出席联合协议签署仪式 14时40分 特朗普将离开会谈酒店 回到下榻酒店